85岁的谢贤遭儿子谢霆锋抛弃,步履蹒跚 出行主拐杖需人搀扶,谢霆锋视而不见 今日有网友在网上流传出一段谢贤 现身商城的视频 这段视频引发不少观众和网友们的纷纷热议 从视频中我们不难看出谢贤走路要主拐杖 旁边还有人搀扶着行走 对比前不久谢贤出席儿子谢霆锋的电影首映会 身体民心虚弱了好多 上次谢贤参加儿子谢霆锋电影首映会的 时候没有主拐杖 也无需旁人搀扶也可以正常行走 要知道谢贤当年开始风靡整个香港的风云人物 如今却成了孤管老人而孙都不在身边 想想还真是有些凄凉呀 当看到这一幕也是让不少网友和观众们感到不解 作为儿子的谢霆锋为何没有陪在父亲身边呢 大家都知道 如今的谢贤已经是85岁高龄了 稍稍有点不小心就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身边有儿女的陪伴上很有必要的 然而谢贤在最需要子女陪伴的时候 儿女却不在身边 谢霆锋依然在忙着上综艺节目 对父亲都状况视而不见也丝毫不关心 众所周知 当年谢霆锋与父亲谢贤的关系不是很好 因为一些事情各持己见 父子俩的关系闹得有点僵 当初谢霆锋在与张柏芝离婚 并擅自做主不两个儿子的抚养权都给了张柏芝 谢贤气得差点就和自己的儿子 谢霆锋断绝父子关系 后来谢霆锋又与前女友王妃大复合 更是让谢贤气得还当众打脸了谢霆锋 谢贤当时表示自己只认可张柏芝这个儿媳妇 父子俩的关系闹得挺僵 后来谢霆锋和王妃就一直都定居内地 也就很少回去看望老父亲谢贤 父子俩的关系就一直僵持着 随着谢贤的年事越来越高 身体也大不如以前 儿子谢霆锋和他的联系才慢慢地多了一些 现如今已经85岁高龄的谢贤依然是 一位独居孤寡老人 儿孙们都不在身边 所以说不少人觉得谢贤就像是一个被抛弃的老人 谢贤和谢霆锋的关系还真是让人不解 让人不免觉得谢霆锋还真是无情 自己和王妃过得有滋有味 但却把自己年迈的老父亲一个人扔在香港独居 未免也太没有人情味了 但是谢贤曾多次公开表示谢霆锋 一直都有给钱他花 并没有不理他也并没有亏待老父亲 但是相信一位年迈的老人 需要更多的是儿女的陪伴而不是钱 这样的晚年才是幸福的 这也是老年人的愿望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评论 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哟